有民众将废弃物载到了无期中港体育馆附近人行道旁边的草地丢弃 结果在丢弃的过程中被人拍下来 甚至当时还有三名外籍人士经过 那不妨回头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尽管搁置废弃物的民众解释 是经过的地主的同意才会暂时的搁置废弃物的 不过环保局说如果查证属实 最高可以罚30万元罚还 路旁直击小卡车开到人行道旁 车上有袋子被人一包一包往草地里头放 台湾人在做什么 看得一旁路过的三名外国人一头雾水 打开这袋子里头装的是建筑的水泥废弃物 不过到底是谁把这东西放在这里 环保局人员寻现追查 废弃物就是台中这家公司的 业者手指地面上修补过的痕迹 直说一切都是误会一场 环保局说如果真的是业者丢弃废弃物 将依法开罚6万到30万的罚还 不过业者暂时摆放废弃物这样的解释 对比一下当时画面中的人行道上 还有三名外国人经过现场 这回眸一看 台湾人的形象肯定重伤 记者李梦张张俊龙在台中的综合报道